另外一位这个跟尹剧圈好像关系相当不错的老先生 我不知道你对他的名字有没有印象 或者是这个以前知不知道 但是呢他传出在上海家中去世的消息 主要是呢他跟尹清风命案 有相当程度的被认为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说是重要的关键人 那么其实呢他只是一个中士而已 但是大家叫他一声将军 据说呢形势虽然非常低调 但是人脉非常广 甚至传出来跟汤兰花有过一段情 在上海他说是据说是没有人敢动他的 但是呢这个案子怎么办也办不下去 办到现在呢连善老先生都去世了 恐怕再怎么动摇果本都会成为宣案 走下飞机的这位白髮老先生 就是尹清风命案关键人善逸诚 被遣返台湾说明隐案的这一年 他78岁 不管是坐上真房车或是移送地检署 面对记者发问始终保持低调 你就简单告诉我们认识尹清风吗 17号金船善逸诚在上海家中过世 向年90岁 在过世前仍旧坚称和隐案一点关系都没有 到底这个善逸诚是个怎样的人物 原来他是台湾早年的军火大王 山东人跟着国民政府来台 只是中士退伍 但是由于在军中帮会 也就是青帮中属通自辈 辈分极高 认识他的人都以善将军或是善老爷子称呼他 靠着军火买卖据传身价百亿以上 山逸诚形势低调 但是传出汉艺人汤兰花又过一段情 最欣赏的歌手是蔡幸娟 常在家中艳客 演艺圈的人很多都是座上宾 哎不记得了啦 这些事情太久了 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 哇这么多演艺圈的人都喜欢 接触的 不太热情嘛 慧汉引清风命案扯上关系 就是善逸诚在竞标烈雷剑采购案 疑似行贿郭立衡250万 也就是引清风反搜证的目标人物 但是善逸诚到过世前都还跟朋友说 他跟引案绝对没有关系 善逸诚因为引案必居海外多年 这个台湾史上最大的军购弊案 可能会随着善逸诚过世 许多谜团将永远埋葬 中天新闻曾馨沛台北报道